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您晓得在火星上也有极光吗 科学家在火星上观测到小范围磁场的极光 达到200多次 不过您知道火星这个大气层比较薄 并没有类似地球能够覆盖全球范围的磁场 所以火星上这个极光的成因一直是个谜 现在美国学者解开了这个谜团 绝美的极光随着时间和角度的不同 看上去的颜色也跟着变化 这样的景色多半都发生在地球南北极 不过你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吗 太阳风 太阳的粒子这样子吹出来之后呢 然后地球有这个磁场这样子保护我们 所以这带电粒子呢 它在这边进不来 它会集中在南北极的方向这样子进去 当这个粒子如果说打到空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在这边会产生一圈的一个极光的现象 其实不只有地球有极光 科学家也在火星南半球的夜间发现极光 但却难以解释其原因 因为火星的大气层比较薄 并没有类似地球能覆盖全球范围的磁场 那么它为何会产生极光 如今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学者解开了这个谜团 地球的磁场 那火星就没有 那火星没有的时候 所以它可能在 它的地壳表面有些区域是有残存的一些 可能那边含铁量比较丰富 那就有一些磁场在那边 原来火星并非完全没有磁场 科学家认为 火星在年轻的时候 曾有过像地球一样覆盖全球的磁场 但后来逐渐减弱消失 现在只剩下南半球的地壳层 还存在一些小范围的磁场 最主要是说火星大概在诞生的大概5到10亿年的之间 那时候还有一些液态的一些内核的现象 所以在当时火星其实是有一个全球性的磁场的 那随着火星它内部逐渐的冷却之后呢 然后它就也慢慢的消失了 然后再加上说它火星的大气也非常的稀薄 所以说在它这个区域的磁场 我们看到的极光其实是很黯淡的 研究团队观测火星上的极光达200多次 发现这些小范围的磁场 与太阳风互相作用后 产生了离散型的极光 而它出现的频率取决于太阳风 磁场的方向 至于在地壳墙磁场区域以外 极光的发生率则取决于太阳风的动态压力 火星上面因为它没有这个固定的磁场 所以它就不会局限于南极跟北极 所以在那边其实它发光不是极光 因为它不是在极区发生 所以就是在整个火星的表面 都有机会发生这种现象 因为当这个太阳风吹来的时候 其实太阳风本身就有一些 它就会改变在它影响范围之内的那些磁场 那这些磁场也会产生极光这样子 尤其太阳在活跃期的时候会喷发一些高能粒子 也会比较容易产生极光现象 但跟地球不同的是火星上发生的这些极光 人类的肉眼并不能直接看到 地球上我们知道就是氧跟氮为主 那这两个气体它发出来光就是 一个主要是红色跟绿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极光就是红色绿色 或是这两个混合色为主 那在火星上面它主要的大气成分是二氧化碳 然后还有些亚 亚钢 亚气这样子 紫外线发出来的话其实对我们人 人也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通常是用特别的仪器 就设计在紫外线的波段去看 这个在火星上面的这些极光 这项研究揭开太阳风如何在 没有全球磁场的行星上产生极光的原理 也让人类对神秘的火星有了更多的了解